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能跟大家谈的是 紧身微距的拍摄 那基本上紧身跟微距 其实它是两件事情 但是我们合并把它放在 这个单元最主要是因为同学 许多同学拿到的是 这个小DC 那小小的这个 傻瓜型的数位相机基本上 有很多的功能 是比较难以达到的 那不是说不能用 而是说当你使用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部分 放在一起来跟同学谈 那同学在绞交作品上面的时候 也会比较容易一些 那首先要跟同学谈的是 紧身微距拍摄的一个手法 那你必须要有一些拍摄目标 展现的一个要点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因为你把东西拉近了 所以主题的清晰度是最重要的 那每一台相机都有它 最近距离的一个限制 那有一些相机设定到30公分 有一些相机设定到60公分 那甚至有一些相机 它可以告诉你说 你可以在15公分之内拍摄 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拍 微距的时候 它的清晰度 所以这个一开始 你要先翻阅一下自己手机的一个操作手册 注意相机的一个最近距离的一个限制 那再过来就是相机模式的一个选用 相机模式的选用 那这个模式的选用呢 几个部分 那最起码就是说 你今天哪一台相机的时候 你当要拍景深微距的时候 可能不太适合 可能不太适合用自动模式 因为它自动模式的话 就是让你的全部的景物都是清晰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制作出这个景深的效果 那当然就比较没有办法拍摄一个 主题鲜明的一个目标 所以选用模式上面要注意 你可以用M模式 你可以用光圈先决模式 那或者是 这个 其他的模式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 还是光圈先决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因为你定了光圈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它的景深就比较容易出来 所以模式的选用上面要注意 再过来呢 这个空间景深的一个关系 那当你没有办法去制作 很好的景深的时候 那怎么办 就是说 我最起码我可以用光圈先决以后 然后怎么制造景深呢 当然就是把你的主体 跟这个背景 把它距离拉远 让它脱离的远一点 你不要这个 因为你的相机达不到那个目标 然后还把东西的这个 都放的前后关系非常的接近 那当然就比较没有办法拍出景深的一个特色 那再过来呢 我们在拍微距的时候 因为强调主题 所以色彩的饱和度要够 要去增加色彩的一个饱和度 那你说哎那我相机怎么去增加色彩的饱和度 那最容易的方法当然就是你去选择主题鲜明的东西 你去选择主题鲜明的东西 比如说 非常红的番茄 比如说 穿这个鲜艳的黄红 黄红色的这个小孩 那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照片色彩保和度增加的一个方法 再过来呢 背景的色彩的掌控 你背景尽量去单纯化 虽然你当然可以说 我背景不要单纯化 OK 但是你的相机能力要够 你相机自己本身的调校能力要够 那当然 当你景深出来的时候 你的背景非常丰富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但是初期同学在练习的时候就尽可能把背景单纯化 这样子你就很快的可以把主题鲜明的给跳出来 OK 好 再过来线条构图 线条构图 这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直要求同学的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制造很好的景深的话 那你的线条构图就要更注意 你不要说 老师我因为要拍景深 我因为要拍微距 我因为要拍大量体 所以我的这个简单的构图给乱掉了 好 没有这回事 构图几乎是我们在一个基础要求上面很重要的部分 好 那再过来呢 你拍摄目标出来了以后 你偶尔你可以去创造一些不同的戏剧性的角度的一个拍摄方式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去调教你的曝光度差异的话 你拍微距的时候 那个主题就会很明显 然后主题很明显的时候 纹理很快的被显现出来 这也是同学可以试着练习的 比如说拍人像 脸上的皱纹 手部的皱纹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制作很好的一个 微距拍摄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以下的动作 我们一样用一些作品 来跟同学做一个分享 那我再次提醒同学的是 这些作品都是以前 以前学生留下来的作品 他们并不是什么大师的作品 所以你可以其实从跟你最贴近 他们一样是经过这个过程的 一些同学的作品 来看一看 他们对于这个近设作品的一个分享内容 好 以下开始 好 同学最可能产生的问题 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你看 他的背景也很难存 他的构图也还不错 但是怎么样 因为他没有去抓到 他相机的一个最近距离的限制 那或者是他的焦距没有对准 或者是应该是说 焦距没有对准成分也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 照片出来就是模糊的 你没有去看自己相机的一个最近距离的话 那他拍摄出来 他就是没有被很明显的呈现主题的 那这种照片请千万同学就不要交来了 你不要交来碰运气 绝对不会过 好 左手边的这一张 也是一般小DC拍的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构图不漂亮 他没有比较没有说故事的一个能力 然后主题跟背景之间的一个关系深度不够 所以然后这个主题也不够鲜明 因为非常多的小叶子 就是足够的一个绿色照片 所以你看不到 看不到我们在这个部分要求的一个 紧身的关系 或者是微距特写的一个效果 那这两种状况都是我们常失败的状况 再过来 一样 右手边的这张 有企图跳脱出了这个 有企图跳脱出主题 但是一样没有抓到最近距离 那你要知道当你的相机 那个我们有一个前面讲过一个对焦的一个方式 有没有 那你的主题如果太小的话 对焦的范围就要更缩小 对焦范围要更缩小 你后面才会模糊 那这个同学是要注意的 那左边的这一张 比较大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景深有出来 但是他的光圈对在哪里 对在白色的花瓣 所以白色的花瓣又有点过曝 有没有 他整个光线的判断 他是不准的 那后面的背景也非常的复杂 后面背景也很复杂 然后景深度不够 前后主题跟背景之间的一个深度不够 所以就显现不出这个景深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两张照片一曲同工之妙 主题都有对道了 都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样 背景都非常的紊乱 当你背景问乱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前景深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景深拉得很短的话 那你后面的背景的这个线条色彩等等都会被显现出来 那你如果把你如果把这个光圈再开大一点的话 那你的背景就会更模糊 这个时候主题跳脱出来可能就比较容易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右手边的这个主题又太多了 对不对 右手边的主题又太多了 所以你说在拍摄一张照片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规则 其实没有 因为环境 因为需求 因为很多不同的质疑特性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所以讲到这边还是提醒同学 你拍摄这两张照片的状况都一样 你要多转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 然后注意这些花草的这个曲线 跟你的空间构图之间的一个关系度 再过来我们开始看到一些还不错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景深都出来了 那你可以发现左手边的这一张 它的景深就比较浅一点 所以它背景就更模糊了 这是我们重复一直在给同学比对 在看的一个内容 那右手边这一张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它好在哪里 它的纹理出现了 纹理出现了 然后它的景深度也抓得很漂亮 但是你可以发现它景深坐在哪里 它的景深抓在 它的焦点对在这里 有没有 它的焦点对的是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是模糊了 如果它的身体再往右边移一点点的话 它让焦点对在这里 这张照片应该会呈现更多不错的一个效果 那左手边这一张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它把焦点堆在这里的话 那这个一根一根凸起的东西 就可能会被显现出来 像这样子的一个 像右手边这张的效果 那效果都可能更好一点点 那这个是我们在跟同学谈 你怎么样可以让这张照片的效果更好 可是很多时候 你在按下快门那一刹那 到后来你自己去看的时候 除非你把照片的尺度开得很大 不然实际上 你是在这个一个小小的景况中 并没有办法这么清晰的去注意到 每一个细部的 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就会跟同学说 你可以多按几张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两张照片 一举同工之妙都有这个斜线 主题斜线这个线条的一个延伸的一个状况 那你也可以发现说 他们也去做一个 适度的一个光线留白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同学 我们在跟同学谈构图的时候 同学可以注意的 那你可以你同时也可以发现 右手边的这一张照片 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他的主题 到页面上面的这个光线跟外光来讲 他是具有一定的一个互动性 那这个互动性呢 会让这个纹理稍微的被削弱了 那这个也是同学后续在拍摄的时候 可以稍微注意的部分 好再过来一样 这两张也是都有视觉上面的一个延伸 然后他们把蛮大的一个空间 在构图上面是留给背景的 是留给背景的 那会有一些不同的还不错的效果 那你可以发现 左手边的这一张 因为他相机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去做出很多还不错的这个 景深效果等等 然后所以他就利用了这个天空的这个大背景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因为在这个 判断光源的部分会有一些疏失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部分的这个页面 不只是纹理没出来 而且会创造一些剪影的一个效果 因为光度的一个关系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呢 你也可以发现说 当他去做这个光源 这个构图判定的时候 他产生的问题就是说 有点过曝了 有点过曝了 好 那这两张呢 都是背景比较单纯的方式来做制作的 然后他们就是非常规规矩矩的 把一个主题 在一张照片上面给呈现出来 那就是很完整 然后他也不见得说 有去做很好的景深 但是你就可以发现说 面对微距摄影 一个小DC的要求之下 这样子也就够了 那只是如果说希望再增加一点的话 我们就想说 同学可不会再让这个花朵的形态 更为动态一点 所以你同样的 你也可以去把你的相机拿出 不同的这个视野的角度来做拍摄 那基本上这两张照片都是正前方平面的拍过去的 那当你换成不同的角度 俯视或者是仰视 可能又会出现很多不同的一个效果 再过来看一看这两张 大概都利用了基本的这个景深原则 然后右手边的这张当然景深做的比较足够一点 但是左手边的这张也不差 因为它的背景很单纯 然后在后背景的部分呢 又跳出了几根小小的还没有开花的小厨局 也是具有这个不错的一个效果 所以讲到这边还是要跟同学提醒的 就是说没有什么样子的拍摄 是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没有什么拍摄是一定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那不同的相机 不同的效果之间会出现不同的一个结果跟组合 所以拍同样一个景物 你利用不同的相机都可以产生不同的一个结果 好那再过来我们看这两张 就我们前面在讲 你在拍维趣的时候很重要 就是说你可以去增加色彩的一个饱和度 那基本上这两张的这个色彩饱和度都还算蛮够的 那同样拍花你就可以发现说 那右手边的这张就比较有这个构图上面的这个唯美的感觉 而左手边的这一张就觉得好像比较规矩一点 比较规矩一点 但是也因为它做出了一个景深的一个特性 所以呈现还不错的效果 好这两张也是有足够的饱和度 好我们要讲的是 左手边的这一张 我们先讲右手边这一张好了 右手边这一张色彩饱和度很够 但是你会发现 他把这个焦点是对在这张照片的正中间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同学想一想了 因为他的色彩是从下往上延伸的 越到上面越黑一点有没有 好所以呢如果说你可以把焦点是对在你的镜头下面一点的话 而不是对在镜头的正中间它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好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在这张照片因为它的关系 好跟光源的关系之下 哎下面的这个呃 黄色的花朵就有点这个呃 长了天使光了有没有好好那左边的这一张呢 哎其实我们在呃淡水都可以拍得到好 在某一些季节特定的情况之下 海域其实具有很好的一个生命力好 好那呃 非常绿的深色绿跟这个白色之间的一个关系对比性好 呃要拍出来确实不太容易好 好那你可以发现说包括光影的变化好等等好 这些呃如果在呃比较好的一个呃 条件之下呢 这个绿好就会呈现一个层次的一个关系好 就可以拍出这样一张还不错的照片好 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呢好 其实问题就是呃上面的部分好上面的部分好 好有没有颜色上面比较暗一点好颜色上面比较暗一点 但是如果说他才去做一点调教的话 可能这个海域的白就会比较曝掉了好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建议同学说你可以退后一步好退后一步 让这个呃让这个海域好在产生不一样的这个数值的一个状态 或许这个时候你可以试着把相机旋转90度多拍两张看一看 好再过来我们跟同学谈好在构图里面有一个非常呃 可用的叫做戏剧性的角度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有没有好 好右手边的这张往左上写好又呃 左手边的这张是往右上写的好那左手边的这一张呢 呃说虽然我们说呃曝光有点多了好但是在他这个呃 在他这个景深的一个制作之下好这是一张还不错的照片好同学可以参考 好再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好当你拍一些呃呃需要具有景深的一个微距特性的时候好那你要去注意周边环境里面提供给你的一个附加价值好那跟他呃主体之间色彩的一个变化好那呃 呃这个附加价值呢包括环境的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好这个部分也是同学开始试着去制作的就是这个水滴好那水滴碰上光线就会有他一定的一个反光性好那这个反光性呢哎当然你也可以用减光镜来去除啦好但是这个反光性好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做制造这个啊主题的一个透亮效果好当然不可会言了当你看到水珠的时候好当你看到水珠的时候 你原本啊原本啊原本主题的这个呃色彩的这个鲜明化好会被会被刷掉好会被刷掉一些好这也是同学在拍摄的时候要注意的所以我们时常也一直在提醒同学你拍围去拍拍摄近摄的时候好你可以更企图的去利用一些鲜艳的色彩来强调你的主题 好那呃呃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常看到的一个小菊花的拍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好是不同的同学拍的哦好那呃一张用直视的照片一张用横视的拍摄方法好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对于画面分割的一个效果好那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好当你按下快门以后是不是要把相机好再转过 来啊去做一个新的去做一个新的新的趋势可能有不一样的好的效果出现好然后呃呃不要忘记提醒同学好因为我们这个单元请同学拍的是花好那你拍花的话当然花有他特色因为他很鲜艳好那既然是鲜艳你就要去掌握他的这个生命力好所以你在呃拍摄主体的时候主体要慎选好主体要慎选好 它的形状如果比较缺乏生命力 比较枯萎的话 你可能要去从不同的角度拍摄 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诞生 那上面跟同学分享的是拍花草的一个部分 那下面要跟同学分享的一样是近摄的一个作品 我们请同学拍的是昆虫跟水滴 那昆虫它不好拍 因为都市里面很多时候可能找不到昆虫 水滴也不好拍 因为水滴跟光线之间会有一个折射反射的一些效果 然后也会因为你拍的近摄 你跟前面那一张一样用了附加元素以后 它会有一个减光性 它会有一个减光性 那这两个部分呢 也是同学在未来拍摄的时候 可以稍加注意的一个部分 那以下我们一样 来跟同学谈一谈 昆虫跟水滴 微距的一个拍摄手法 掌握的一个要点 好 当然景深有助于微距拍摄主体的一个跳脱 让主体更鲜明一点 这个是我们在利用景深的时候 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个主题清晰度跟景框的一个单纯化 那不要忘记跟上面一样 要注意相机的最近距离 那既然有主题出来 我拍的是微距 所以色彩的饱和度要够 色彩饱和度要够 然后再过来 线条构图非常的重要 再次提醒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景深的时候 那线条前后之间的线条构图就更为重要了 好 那后面也要请同学掌握瞬间凝结的一个特性 它可能是一个动态的 你可以被瞬间凝结 比如说水滴滴下来 那当然我们也跟同学讲 你可以善用环境里面的特殊光源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试图的用制造的方式来呈现 好 那我们我们谈一谈可能失败的作品 当然左左边的这个 你做老师我掌握了背景非常的单纯 但是背景跟主体的色彩 如果非常接近的话 实际上顺眼望过去 你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你必须要仔细看 你才知道原来一只蜻蜓停在石头上 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那右手边的这张 我们也请同学找一找主题在哪里 那同学可能说 没有啊 我看到的时候我看到一堆乱潮啊 没错 当你的背景非常的紊乱 而你的景深又做得不好 你的主题又不够尺度又不够大的时候 你确实看不到杂萌 你只看到杂草堆 那这个是同学可能失败的原因 好 然后呢 确实没有错 要拍这些小动物 真的不太容易 这些小昆虫不太容易 因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近距 当然要有一些运气 去看这个光线的一个变化 然后当然你相机的这个曝光度跟焦点也非常的重要 你必须让你的相机很清楚的你的焦点放在哪里 那曝光的取决到底是对的环境还是对的主体 那主体会不会反光等等 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这张照片失败的原因 当然就是曝光度的问题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样瞬间变化 同学就有感觉了 有没有 当你看完那张蝸牛再看这两张 就突然觉得 哎呀 你的眼睛好像又吃了这个明目丸 又清晰了 有没有 好 背景单纯 有没有 背景单纯 主题跳出 背景单纯 主题跳出 你可以让要表达的东西更清晰一点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 因为它主题的线条非常的单一 那左手边的这一张 主题的线条比较纤细 所以你就会发现 左手边的这张 它焦距对在哪里 它焦距是对在页面上 有没有 那更接近下面页面的部分 大概就是它脚触须的地方 可是在最上面的这个翅膀 就比较糊掉了 就有点可惜了 那但是这样的照片 我们也不能说不好 因为它把它的这个 锁在这个下面的页面上面 你可以很快的去看到 这个叶子上的这个绒毛 跟这个昆虫拍摄之间 它们呼应的一个关系 也是不错的效果 好 再过来这两张 蛮可爱的一举同工之妙 都拍杂蒙 然后这个炸蒙一个是停在叶片上 一个是停在手上 然后它们的角度一样 好 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好 你利用你的环境之间 好 你你会发现 哎 我右手边这张 我用手 我怎么好像看得到炸蒙 而左手边这一张 我用的叶子 因为它们绿绿绿太过接近了 好 当我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前景深的时候 好像它的某一些特性就消失了 我必须要眼睛多搜索两次 我才看得到这只小昆虫 好 好 所以说 呃 你也可以善用自己的呃 某一些特殊的一些配景 好 来协助让你拍摄更清晰一些 好 一样 好 我们来看这两张也都拍毛毛虫 好 拍毛毛虫 好 那 呃 一张是 直接丢在桌面上的 从上面来拍的 好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好 它的影子 好 上面打下来 直接在下面 有没有 好 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的打光之下 就看 让你看不到漂亮的毛毛虫的样子 好 那右手边的这一张 你会发现它比较 曝光度比较超过一些些 好 但是呃 也因为这样子的曝光度 好 呃 你不会 呃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看到 它这个旁边这个白色的小绒毛 好 那为什么说曝光度比较过度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身体的部分 有没有 好 那个明暗的一个反差比较大一点点 好 好 所以这也是同学在培养自己去阅读别人作品的一些好的方法 好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去思考 好 那甚至你在看别人作品的时候 你可以多想一想 如果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好 这样子有助于自己的进步 好 过来看这两张照片 你可以发现什么 我 我们在谈的是什么 同样一个环境之下 好 同样拍馋 然后呢 你的框框 好 你的框框里面到底容纳了什么东西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哎 这两张照片都用了同一个元素叫做什么 哎 我用树干 然后我树干不是整支拍 好 我去留白空间 留白空间呢 跟这个光影之间产生了一个变化 好 嗯 我们只能说这两张光线都打得不好 好 好 那比较呈现不出这个纹理的一个关系 好 那但是 呃 尺度构图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好 如果左手边的这一张 好 再把上面的树干多留一些 也就是当把你的相机再往上抬一点的话 好 或许 好 往上抬一点的话 或许这个重落在比较下面的部分 会比较容易拖住你的视觉焦点 好 让你看得更清晰一些 好 这也是同学可以学习的地方 好 一样拍馋壳 好 一样拍馋壳 那你可以发现 好 呃 当你对焦对在哪里的时候 好 呃 同样是环境光源 好 同一个时间拍 那呃 你去决定我的这个光圈锁在哪里的时候 他可以拍出不同的味道 好 那右手边这一张 好 右手边这一张 你就可以发现什么 哎 坚硬出现了 有没有 好 坚硬出现了 然后我实际上我只有看到这个 啊 形体的一个部分 好 然后呃 天空比较曝 好 天空比较曝 然后呈现这个 呃 天空的这个班班光好就呈现一个这个棉花糖的一个样式好那呃 基本上这两张还有一些还不错的特色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线条好线条构图上面都还蛮优美的好再过来看看这张好呃 那么这张其实真的拍的不错哈呃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呃洋芋片或什么哈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拍摄主题的同学哈呃 呃这个对于这个光线的掌握哈运用的非常的好好 好让这个呃蚂蚂蚂跟这个呃攀摄体之间的一个光影的变化好跟色彩的变化抓得蛮漂亮的好 好再加上他的一个啊景深的一个特性好你可以发现哎这是一张还不错的作品好再过来我们来看一看水滴了好水滴有这个嗯非常多的特性好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他的反光好那你要拍小水滴比较难的当然就是呃你的这个呃光线的一个判别好光线的判别好然后呃 因为主体比较小好然后你又怕他呃因为光线的关系他就很容易产生某一些过步的特性好然后呃尺度蛮难对的好那所以这个呃我们这个时候比较常用的大概就是焦点对光的一个方式好那这两张照片也呈现一定的这个呃线条之间的一个柔美的关系 好那这两张照片好那这两张照片呢拍的都是呃早上在页面上的一个露水好那你可以发现哎呃主题好就是页面跟水然后我利用了这个呃景深的一个关系好那你就会发现哎呃右手边的这张景深用的比较好啊好主题跳出来了而左手边的这一张好像呃我去我去 处理这个呃对焦的时候好我到底要在哪一个点比较暧昧不明一点点好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昆虫跟水滴近射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分享好那这个单元呢我们跟同学提了几个部分好包括水滴昆虫跟植物好那其实都是在谈近射那再次提醒同学近射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就是景深要出来好 景深要出来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单眼相机才做得到我也可以试图的企图的让背景脱离的更远一些去创造景深好那但是不要忘记啊对焦点好跟光圈的一个判断大概是我们在呃微距摄影近射摄影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好好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空间摄影与应用的这个景深微距的拍摄跟同学谈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